我们带您看到台南归人 有这么一家四口 他们没有打疫苗 妈妈和年仅四岁 以及八个月大女儿 都先后确诊 所以现在呢 重责大任 落在父亲的肩头像 他负责一打三 照顾七少 原本已经做好自己 恐怕也会确诊的心理准备 您看到他是用 什么样一个方式 来全副武装 首先戴N95 再套向应用口罩 总计是三成的口罩 再加上护目镜 而且照三餐用酒精 来拖地家常版的居家清销 像是一天他清销房间 两次客厅三次 用掉四五瓶 五百毫升的酒精 也由于小孩年纪小 有时候呢 还得全副武装的赔还 就这样与病毒共成十四天 这位天选父亲 最后全身而退 心有赞叹 真的是无敌二宝霸 剩下我会照顾他们 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倒下 一家四口 两个女儿和老婆都确诊 张凯元一打三 扛起所有的照顾责任 喷酒精就像喷水枪 只要老婆小孩走过用过 全都滴水不漏 光是一天 就要用掉四五瓶 五百毫升的酒精 连口罩也是戴了三层 张凯元从事餐饮业 对防疫相当有经验 面对老婆小孩更是谨慎 住家保持通风 衣物床单天天清洗曝晒 她包办所有的家务 把三个最爱照顾得无为不至 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都忘记她的脸长怎样了 就很辛苦啊 看她的表现也很窝心 很感动 都觉得自己嫁到一个好老公 居家照护第十四天 全家快筛阴性 她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和三个确诊家人共处 张凯元彻底防疫 全身而退 她分享自身经验 也鼓励确诊者和家人 面对病毒 不要恐惧 不要气馁 只要坚持下去 就能安然度过 记者杨文华台南报道 新美市卢州三岁南投梦梦 上个月确诊 后来病发脑炎 抢救不到五天 最终不幸过世 一向董事又贴心了 她选在爸妈的结婚 纪念日五月二十号 当了小天使 当然家人心如刀割 今天是默默的告别室 爸爸妈妈 抢一点泪水 送她几乎一尘 希望有一天 宝贝能够再回来 祝他们的孩子 一段有一段的影片 记录小宝贝的成长过程 从超音波照到环岛旅游 每个片刻父母都舍不得错过 但画面只停留在三岁 因为影片中的男孩 再也长不大了 我相信谢梦诚没有离开我们 他永远都在我们的身边 永远都在我们的心里 墙人泪水 送他最后一程 毕竟千言万语 也换不回孩子的性命 新北市卢州三岁的男童梦梦 是父母求子十年才得到的宝贝 董事又会撒娇 备受疼爱 不过老天爷上个月 却开了个大玩笑 猫猫不幸确诊 病发脑炎 抢救不到五天 梦梦的父亲最后只能放手 但内心早已被撕裂成碎片 愿以为幸福的时光能够长存 一家人可以游遍大山大海 没想到猫猫的人生毕业典礼 提早扣门 我们只是先把他送出国旅行而已 再不久 一定把他接回来 回到善良的爸爸妈妈身边 因为他们真的真的 等你等了很久了 告别世上猫猫的爸爸妈妈 选择坦然面对 希望有朝一日 缘分能够再让孩子回到身边 同时也捐出 梦梦的骨髓血液做研究 就是不愿再看到有孩童 因为这场无情疫情牺牲 贴心的梦梦 选在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 当小天使 同时也成了他们 再也带不走的纪念品 记者综合报导 给你帮忙